2023年的中国五一假期 也恰逢越南连续放假五天欢度三节 连日来 广西平祥市有一关口岸热闹非凡 中越游客有的托家带口全家出游 有的三五好友结伴同行 出入境旅游迎来双向奔赴 在夕阳于麾下 广东游客增长与丈夫孩子身着亲子装 携家人一起在中越边境广西平祥市有一关城楼下 合影留念 刚刚结束了越南一日游 入境回国的一家人颇为兴奋 一天来回的话呢 也比较轻松 不会很赶 我觉得今天因为比较仓促嘛 然后还是留了一些遗憾 以后的话呢 还是想说来一次深度游吧 来自成都的自行车发烧友刘士平 连日来与友人沿着中越沿边公路一路骑行 并在有一关打卡远眺越南风光 我们是从这个防尘港东兴的边境 就是中越沿边公路这样过来的 这条线现在很红火呀 特别是自己齐心的 都想来看一看中越边境的一些风光 说的不好听就是来打个卡 千辛万苦千里迢迢 就是为了来看一眼 真的就是为了来看一眼 看看祖国的大河河山 近年来随着中越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友宜关口岸已逐渐成为中越游客 出入境旅游的黄金通道 广西边检总站友宜关边检站 执勤二队民警李嘉宜介绍 五一假期友宜关口岸出现了 出境入境客流双向叠加的情况 4月29日 友宜关口岸出入境旅客达到5434人 创以类仪管政策实施后单日新高 4月29日至30日 该口岸两天累计验放旅行团 104个团 2233人次 预计假期出入境旅客将突破2.5万人次 为迎接出入境旅客双向奔赴 旅游从业者早在节前 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广西平祥和平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云燕介绍 节前该公司已提前到越南各旅游点 对接检查接待工作 对导游进行短期强化培训 使其能尽快上团服务好旅客 出境游的话 客人他们报名还是非常踊跃的 因为越南也是一个受中国人 比较热衷的这么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那么越南游客入境到我们中国 就喜欢到我们的南宁 柳州 桂林 还有张家界 还有北京等 所以这些线路都受到他们的 非常的热衷 如此火爆的跨境旅游市场 让越南语导游维华林累并快乐着 时隔三年重操就业 文华林笑称自己迎来了新的春天 那肯定是对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 这是一个迎来的新的一个春天 因为我们主打的是越南语导游 所以接待的都是越南的客人 现在开关了 那陆陆续续有旅游团 那我们就能继续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